大家好 我叫方欣平 来自云南 今年29岁 我是一个既阳光又不温暖的男人 不温暖的人 我也激动 没事 来 不好意思 你为什么是初中毕业 年纪也不大 那时候家庭条件比较差 90年 哪里人 云南人 这上面写家庭成员五个是哪五个 我结婚了 我有两个小孩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呀 那你不在家陪他们跑这来干嘛 因为现在是我有过四年的创业经历 我家庭条件的事 啊 我最后来的事 也有了 我家庭条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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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人 我家庭条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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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件事 现在做外卖小歌 会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吗 没有 就很正常 穿下失败也 我觉得特别的正常 因为觉得能期能生 我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 什么东西我觉得我要做 我要做好 还是做好 那你也知道自己初中学历 也没在职场待过 以前是做创业者 对 现在做外卖小歌 你几乎没有职场经历 但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 但是能不能做是另外一方 你想做什么 管理或者销售 你要求薪资多少 如果是销售的话六千 底薪 管理类呢 一万 外卖这个领域里边 其实也有主管 也有经理 也有管外卖的团队的负责人 那么也是 你现在就从头开始了 为什么要重新去另外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我感觉 我不适合我 你想学什么吧 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 就是说 你想学什么 你提升 什么都想学的那种 什么都想学 对 只要是说在工作上面有关系的我都想学 就是他想做老大 对 就这种 对吧 因为我刚才看了你的微博 我看了很长时间 谢谢 你每一个造型都是大哥的造型 来 你坐立昊阳位置上坐一下 去 来 感受一下 你走得潇洒一点 不要这么随意 来 立昊阳 你站在旁边 来 我们给你拍几张最牛的那个协家照片 给你留下来 好吧 那旁边就是你的小杨 好不好 来 谢谢 来 舒服吗 挺舒服的 除了舒服之外 有别的感受吗 就是说坐着舒服 但是心里面的感觉是不舒服的 有压力 立昊阳 你来录节目录了多久了 有三年多了 来 说说这三年当中 坐在这个椅子上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压力 就是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能不能代表我的企业 把我的企业的形象展示好 第二呢 是我能不能对得起这个节目 就我觉得 我看了你的微博啊 包括你刚才的表述啊 你的幸福感太多了 我觉得你的压力感太少了 谢谢立东 谢谢舒服 哪边踏实也来 我感觉都挺踏实的 都挺踏实的 对 这就是因为你还没做好老板的原因 对 除了销售还可以干别的吗 别的我感觉没有 来 卖一下你自己公司的家具 给你一个机会 你卖给那个戴安娜鲁 哇 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挺难的 这确实挺难的 女士 你好 你好 你是来买家具吗 是 你找一下有中式元素的 西方的这种设计 看有没有这样的架式 那 这有点挑战 坚持啊 就是那女士 你坐的这一款沙发怎么样了 你感觉 马马虎虎吧 我不觉得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一款沙发呀 你夸她呀 我感觉你是你坐在那里的话 特别派这块沙发 因为你的气质 跟这块沙发特别匹派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你还要面试销售吗 还要不要这个岗位 我不是 我简直 我可以去挑战 我愿意去挑战 你刚才这挑战了吗 你这算是挑战了吗 不是 我因为简直 今天的话主要是有点懵啊 就是 你选择了来一个电视节目当中应聘 你就得面对镜头啊 你就得做好准备啊 你给你的销售打多少分 40分吧 你打多少分 30分 他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能屈能伸 他虽然是说 他有很多的自己的创业的经验 但是对于职场来讲 他也是一个新人 有一点我们必须还是要肯定的 他其实年纪29岁 初中学历 人家曾经以前至少还是个做出口家具的老板 是吧 但是现在愿意到北京来送外卖 风里来雨里去 每天睡四个小时 那挑战是肯定敢挑战的 但现在问题就在于 除了销售之外 别的你完全不接受是不可以的 学东西不完全是岗位限制的 你来到了北京这就是学习 对 你来到了菲尼莫署这就是学习 对 你去到一家企业你就是学习 对 只要你想学习 对 你明不明白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后轮 还有三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五天上桌 金融有才是唱歌是吧 我别的心虚还好没有 除了唱歌 但是我五云不前 你唱歌唱什么歌 我曾经 走过的路 要感谢每个相伴的人 我觉得这首歌跟我的过期很相像 因为我曾经嘛 所以说我是从一个零走到一个中风点 然后再走到零 所以说我感觉这首歌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相信我 每个明天都有最美的天空 转身后 因为有你感动 有的时候歌声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 现在的感情 我建议你其实下次再能唱歌的时候 去唱《从头再来》 所以说我今天来这里 没关系 我从头再来 我愿意去努力 那么我觉得可能你现在在北京 主要的一个唯一的障碍可能就是你的学历问题 因为你是初中毕业 那么可能 我在一些岗位的选择上会 会有些受限 我是要有一个建议的话 可能你可以尝试去保险的行业 去从销售做起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有些公司开始鼓励办公室恋情 你对办公室恋情怎么看 就说两个人 他们就说 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工作 不要在办公室的时候 整天就说 那点事的话我觉得是 可以的 可以的 他们想结婚可以吗 还在一个销售部可以吗 可以的 也可以的 对 一般来讲 公司不鼓励 同部门是夫妻关系 因为如果是同部门 可能会存在上下级 可能会存在 在决策的时候 会影响你的判断 如果是我们公司出现这种 办公室恋情 他们俩结婚了 我们把它调开这个部门 在两个不同的业务下面 这是相对来讲影响最小的 我就有一点不明白 动不动就说禁止办公室恋情 那凭什么有一些企业家 可以把自己的秘书发展成自己老婆呢 凭什么呢 问得太好了 我们公司正反都经历过 就是反面案例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一个事业部的副总 跟这个销售总监两个人谈 谈完呢很快就结婚了 结婚完了以后呢 两人又闹矛盾又离婚了 最后导致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总监 必须得离开了 但是以前正面的案例呢 因为我们公司工作比较苦嘛 有些人一年三百天出差啊 那他真的是只能是夫妻两个人 才能秉着干 然后呢在这里面越做越好 李浩英 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句实话啊 你觉得你再结婚 你有时间陪家人吗 没有时间 你没有办法 可能也很难真的是稳定下来 大家都是创业者 其实对自己的家人都有内疚 对自己的孩子都有内疚 允许你们对着镜头 说一句自己对不起的话 我觉得对孩子真的是蛮对不起的 就是因为做一个父亲 陪伴的时候会特别少 但是呢我是在用力地把我 每一次陪伴的质量去提高 能够教你们把性格去改变 把人生的眼界去拓展 这是我在用心用力做到的事情 我有时候想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是不是就花更多的时间在企业里边 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今天我想说真的好的领导 就是能够真正让你的团队成长起来 你不在的时候你的团队一样做得好 这才是个好的领导 其实人生中最爽的事情 就是跟Soulmate一起创一个业 很难得这一辈子我碰到了 其实我做老工作的可能还行 但是一直没有做成一个好同事 总是在讨论工作的时候跟你发火 对不起 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 这是我第一次人生在舞台上 跟爸爸妈妈表达我爱你们 因为从小到大 其实他们培养了我一个独立的性格 我也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我愿意做他们一生的女儿 和下辈子的女儿 我爱他们 我今天是想对我女儿说 因为今天正好是我女儿久睡的生日 所以畅畅 爸爸想对你说爸爸爱你 你要健康地成长 生日快乐 我想对我的女朋友说 真的很对不起 然后你这个老公的话 做得也挺失败的 所以说我想她通过后天努力 将来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让大家说这个问题 我就是想告诉那些 刚刚进入职场的 和正在这种矛盾当中挣扎的人 事业与感情 无论是亲情 爱情 有的时候就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做节目 在看书的时候 把这个事就像我今天一样 把它拎出来 刺激大家一下 也许这两天你就会特别想家 你就会特别想跟他们待一会儿 但过段时间你可能又恢复如常 所以人要时常地警醒自己 因为人活一辈子 活的就是个真心实意 也没多少日子可活 抓紧时间 不辜负自己的这个角色 做不到完美 尽量完美 好不好 这话也是说给你听的啊 因为你今天找到的工作 很有可能是不在云南的啊 我特别希望你能回云南 是最好的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三家当中 最有可能给你工作的 可能就是每日优先 其实还是你那个创业 创业那段经历啊 就是说想问一下就是 你在管理四十个人 然后如果这四十个人 有一天跟你说老板 不加工资 我们就全部离职 你要怎么办 就是说看是什么原因 我会去调查清楚 如果是说该给员工加工资的话 那么可能会加 不应该给加的话 肯定是不会加的 如果说让你去运营一家民宿 愿意去做吗 就是说我想要找的岗位 就是说能够往上升 就是说往眼前看 我能学习要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 就是说把我刷在那里的话 就是说给我两万 我也不可能去做 现在有很多 像这位一样的低学历的求知 是动不动就说 我要到你们那儿去 人 周围的人越多 你好好吸收吧 来 第二轮去货磊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谈钱不上感情 六千 四千 来 说一下岗位 来 您先说 我这边提供的是一个销售顾问的岗位 这边我们提供的是这个 前置仓的合伙人 因为每日优先 其实在全国有一千五百个前置仓 然后前置仓的话 其实相当于一个小的店面 然后这里面的话 大概每一个仓库会管理 大概这个二十到四十人不等 然后这一个仓库会负责这个货物的分选 分检打包 然后以及配送 然后 所以那个加大概是多少钱 我们做的好的合伙人 能够做到两万五 一个月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每日优先 列聘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每日优先 去吧